RUSH台灣是一群由台灣愛好RUSH的組成 每個月在台北都會有Meup 大家對RUSH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一起來參加 更多資訊你可以在RUSH.TW這個網站上找到 可以找到我們的Facebook還有Telegram 歡迎加入一起討論 然後在如果對演講問題的話 你可以在最後的時候在地下找想像 那我們歡迎講講 大家好我是今天要講關於生命週期 然後我的名字叫鄭宏珍 然後今天叫網路逆程Anik 其實原本大家可能在議程上面看到的內容 你可能在你的Costcard網站上面看到的Internet 跟待會接下來講的東西可能會有一點出入 可能不是有一點可能是會有很大的出入 其實我在寫簡報的時候 幫我們寫一寫就變成真的不可能性 然後你可以看到下錶 就是變成了The Relation of Lifetime and Data Pro 那Data Pro是什麼 它其實是編劑器裡面的一個設計上的東西 那我就想說因為它叫入門的東西 它幫我們寫一寫就變成有點中階或進階的東西 那我們就開始了 那可能會比較針對說你是已經有讀過Rust Book 就是你可能會知道基本的一些語法 可能Riven有什麼用之類的 那你突然想進一步去有點好奇說 編劑器怎麼看待你的Lifetime 你想知道編劑器怎麼處理它的 然後你對編劑器有什麼一點興趣 其實沒有興趣的沒關係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想要輕鬆駕馭Lifetime 或是你想要快快留意寫Rust 那我可能有點困 就是可能沒辦法達到這個要求就是了 好那接下來會有兩個部分 就是我的內容 那Ecan Introduction 會簡單介紹給Sample 1 然後跟基本的生命收集的管理 我這些都不太複雜 然後Block Check的話 等於講說 Data Flow是怎麼在Block Check裡面運作的 就是Block Check是 Block的檢查它的語法是否有錯誤 或是你的 應該說你的生命收集有沒有錯誤 都是在Block Check裡面處理 然後介紹給Sample 2 然後Sample 2 是目前編劑器不能編過 但是未來可以編過一個東西 再來是 最後如果有那麼額外時間 會講一下Data Flow Data Flow 實際上是未來的編劑器 就是ProNews 這個Block Check它使用的一個工具 那其實很大的核心 它是一個Data Flow Analysis的Tour 那我們就簡單的先介紹一下背景 從一開始 你在Rus在做編譯的時候 你會先編譯到HIR 那HIR實際上只有抽象語法術而已 然後再進不會編譯到MIR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在2018年底之前的Rus的Stable版本 它實際上編譯 它在Project的處理都是HIR處理的 所以你會遇到很大的問題就是 就是你寫成 所以寫得非常嚴謹 就是你可能透過Scope 你可能在那Scope裡面 人家說很多變數 會限制在Scope裡面 導致你在使用的時候會很不舒服 然後後來到2018年底之後 它把它自從NL錄到了Stable之後 所以在MIR裡面 來做這個處理 那為什麼MIR可以做這個處理 主要是因為MIR它其實已經構成了一個Control Program 就是有一個完整的一個流程圖 你透過流程圖的方式 你就可以apply這個DataPro Analytics 那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 然後如果你是想入門就是 如果你是怎麼了解Block 或是怎麼做的處理的話 其實上兩篇文件可以看 一個是NLLRFC 然後另一個是NICO在他的那個Block上面寫的 NIRS Best of Promulation of the Block Checker 這兩篇可以看 那它其實寫得非常詳盡 那我們就開始介紹第一個Esample 那因為Esample它想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我想把一個List的 裡面的所有的Block都區翻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一開始做的Head 是一個Action的Block 然後指向ListNode 然後我一開始為了要去做這個Retalverse 所以說我一開始就有個CUR 指向去借用Mutable的借用這個Head 才能去改他 那 那 比如說你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採用一個Wilet 去把裡面的NoseBus給猜出來 所以說我們這個會猜出的Bus 是一個Mutable的Reference 所以你可以去更改它 下一步你會去更改它 然後把這個E變成FOR 因為去區翻的E變FOR 然後再更進步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CUR再指向下一個 那在寫這代碼的時候 你通常會有怎樣的思路 一開始你會去判斷說 你目前使用區間是不是正確的 就是在NL的時候 其實不太需要去在意說 這個變數的scope 你更在意的會是在 一個變數它在使用這個區間 是在哪一個段落 比如說 以前一開始大家學到的時候 是說 一個MutableReferenceHead的時候 就這樣做個借用的時候 你只要是不能夠去存取這個Head 因為它被MutableBorrow了 然後 你可以存取的方式是透過CUR 因為CUR是你 拿來的去借的 把別人借出來那個東西 所以你去透過CUR去存取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在NL中 你可以去把它再做幾次簡化 就是說 假使CUR今天如果沒有再被使用的話 就是CUR就是內容 借用的變數沒有再被使用的話 那實際上你是可以去存取這個Head 舉例來說 旁邊看到這代碼 你開始做了這個MutableHead 但是 最後你會發現 它這邊可以去存取這個Head 那這在很久以前 應該是不能夠編譯過的 那現在NL是可以編過的 那你CUR就整個活在這個裡面 那這其實就是 你可能在寫Ross 會有一個基本的思路 就是你的變數的使用區間 然後我們就進一步來瞭解一下 就是在BroadRebellion到底是怎麼運作 為什麼其實你的那個 編譯會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把BroadRebellion 猜成兩個東西 一個是Declarity 就是你一開始變數的真名 然後第一個就是你的BroadRebellion 那就是R等於Rifx 是借用的在X 在這個之中 其實編譯在編譯的時候 第一次會先把你這個東西做給展開 你會看到旁邊 你可能在寫Lifx的時候跑出的東西 但實際上 你這次不能手工去填加的 然後這次有編譯器把你自動填加的 然後 這個E代表是說 這E或0代表的是它的Lifx 有那個變數產生的Lifx 在這之後 這個東西會交給兩個東西處理 一個是Lifxness 它去判斷每難 你現在這個 E hasDeclarity 就是有這個Rifx的變數 它的Lifxness 活在哪些點上面 而在Suttyping Relation這個路的時候 它會去判斷說 你的這個關係 就是借用的關係是怎樣 像什麼樣子 譬如說這裡是1 然後這裡是0 所以你譬如說X的生命周期 必須大於0的生命周期 又或者說X的生命周期 必須包含所有R的生命周期 然後從這個點 從這個P1可以到達的地方 所以就把其實適不得心 然後再透過下一步就是Region Invert 就是你會把它推導出說 從剛剛那段的話 你會推導出說 E必須包含所有0的生命周期 那0長適不得心 然後必須從P1可達沒有被斷開的話 它得到的資訊也會是一個集合 那就得到一個新的Region 那這個PIN拿來幹嘛用 它其實Borrowed Equation會產生一樣東西 叫做Long 就是在編輯器的時候 它成為叫Long的資訊 Long會非常清楚的記錄說 你這個Borrowed Equation 在什麼時候 在哪個點被做借用 就是它這個在P1做借用 然後它PASS是借了什麼東西 它借了一個X 然後看是什麼方式去借用 它是用Share的方式去借用 以及Region就是你看到這個E 它所代表的內容 會放在這個Long裡面 它不會放0 對最後來說0其實這並不太重要 那這對它Borrowed Offer的Long 就是說 那這個Long它是什麼 既然你有這個Long的資訊 那它是什麼 在你的編輯器的時候去運作的 有幾個比較重點 就是譬如說 這個叫做 譬如說 先把它打搶像成是Contro program 然後現在每個點上面都是一個程式 那每個點可能都有些特性 像是這個點可能可以借L0 L0是一個Long 然後L1也是個Long 然後才會在一個點上捲出來 它可能會有些點的特性 就是可以Q掉L0 譬如說你在思考代碼 可能在思考代碼 或是什麼時候 你可能在把一個Powered Offer 看它的效力到到哪個位置的時候 會依據這個表來 就是這個規則來看待 一開始你的Entry上面 是什麼都沒有的 就是從開始出來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這個資訊 然後到GeneL0的時候 代表你遇到一個Powered Offer 這邊才是L0的資訊 然後並且把它往所有的PASS上面傳 然後像到L1的時候 你會把L1也把它更直去往上傳 然後這邊就多了一個資訊到L1 然後KL0的時候 它就把L0的資訊刪掉 然後再往下傳就支撐L1 然後它會不斷這樣子去傳遞 然後直到傳到最後每個點的集合 都不再有變動的時候 因為說每個Stats的集合都不再有變動的時候 它就說這個DataPro的computation似乎很低 那這也是整個 就是你在做這個L0的時候 整個思路 基本上是依據說 它的Pro是怎麼去流動的 那什麼時候會Gene 那Gene最主要就是說 你當你遇到一個Powered Offer 你就一定會有個L0 一個L0會有一個Powered Offer 而KL0是指說 假使今天你的一個Assignment 那你Assignment的LVariu 是屬於這個L0的Test 也就是它借用的變數 你就可以去把它Q掉 譬如說你現在有 前面這裡的例子是 你這裡有個COR等於Multiple的 NoSpot.NET 那以這段來說的話 你前面有做個借用 COR.SMUT 那這段就是進行過去Q掉 原本你的Powered Offer 所以你的Powered Offer 在這時候就不會再存在了 那第二種就是你的 變數並沒有到達它的存在的地方 像是Point 就是你當前的點 並不屬於某個L0 那個L0的Region裡面 沒有在那個裡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進一步去把 也是可以把那個Powered Offer Q掉 就變成說那個L0會消失在這個點上 那我們一樣再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目前現在 編音器不能編掉的東西 就是你現在有個 跟前面的例子有點像 只不過我把這邊改成了IF 然後裡面只做一個非常簡單的 所以就是說一開始你就是這樣子 然後把它拆解出這個Bus之後 你就很快就把指向下一個點了 然後最後我又去Print NoseBus 如果在很久以前來說 你會認為這是當然是不能編過的 因為這邊你去借用了RhythmMute 那你這邊去Print NoseBus去Asset它 當然是不可以的 但是在NL之後 它看待的東西的概念 應該是依照你的使用的區間 就是這CUR其實 在之後沒有被使用了 因為你CUR這邊是Inflate 如果說是WireLate的話 你還可以重新再回來這個點上面 那實際上應該是會被使用 但是它是Inflate 但是呢 在目前的編音器中 它居然會判斷說它是不能編過的 它會告訴你說 這邊是有錯誤 然後是因為這邊你去借用的 那依照我們前面剛剛講到的 如果你要有Lone可以往下傳遞的話 那必須有兩個條件 就要去複合 一個複合就是你沒有Assignment 你沒有Assignment圖 它是PASS裡面的內容 然後第二個也要複合 你這個CUR必須使用到Nature 就是待會會會使用到 那 那時候我在拆這個MIR的時候 就發現它在後來這邊居然會有一個指令去使用到它 然後導致它不能夠去 去把它給刪掉 所以它目前是不能編過的 然後這實際上是從RUST的群裡面 他們有一個人丟了一個這麼一個問題 然後那是LeakCode的一個remove link list element 然後我這邊 我這邊兩個例子都是依照那個這樣拆過來的 因為它那個 基本上就是跟我前面講的這個問題是bug 是同一次 也不是bug 就是目前Buller Chute殼還不完善的部分 然後我們這邊 看一下 這原因是為什麼 是因為其實在Buller Requestion 其實整個事情我們可以拆成 其實整個事情可以拆成這樣子 如果你說你有個Long 就是Buller Requestion 必須活在Q點的話 你必須要兩件事情 一個是你有個P點 是Live的 然後你有個Edge 會在P點連到Q 並且你在P點沒有被Q掉 所以才會說它就往下船 就是剛才講到的 為什麼要Q掉 然後為什麼要生存 但是呢 在PowerRain上面的時候 它就增加一個東西叫Region Live Vent 那這也是造成為什麼 那個編輯沒有很編故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 它那個Region 其實並沒有在Q點上是活著的 就是才導致這個紀錄有這個結構 我發現我講到這邊的時候 其實時間還蠻夠的 是哪邊 然後後面就可以介紹DataFrog 其實這是應該算是比較好玩的拓 就是我自己在寫的時候 發現它可以拿來做一點分析 那它是被用來 現在主要是用在Bullership 是Bullership的那個PowerRain上面 那你可以從Q點上面 找到DataFrog的工具 它剛剛的觀念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DataFrog的觀念就是說 你每次都推論影響部 然後你到所有的每個集合都 都推論完畢之後 就到達穩態了 不會再變動了 你就算它推論完畢 那我覺得它這個DataFrog 其實就是抽出裡面的那個小部分 叫做一個很大的 這樣子概念 就是說你想要一個Data 在NodeA的時候 NodeA這邊有個X的資訊 你希望這個資訊可以因為 這個異覺A到B 然後可以往下傳 所以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樣推導其實就告訴DataFrog 就OK了 那你就選個Data 然後在N0 因為有到N1的線 所以說你這個Data就往下傳 然後N有到N2的線 所以大家可以 N度傳 然後我這邊舉個例子 是Trancytic Corridor 就是講說數學上有Trancytic Corridor 其實也比較簡單 就是講說 A可以到B 然後B可以到C 那你可以說 推出A可以到C 然後就是Trancytic Corridor 那它在鑽寫上面 其實你只要寫幾個東西 一個是 你必須要有一個Iteration Context 就是你整個Iteration架構 然後再來就是 你必須生命一些變數 就是你不形象變動的變數 然後以及 一開始你要把你的東西塞 例如說你有一些Each 然後它可能是一些Tuple 集合 然後把它塞進來這個 BeEach這個變數裡面 然後當你每次這個 有在Change的時候 它就持續去做分析 當你沒有 全部都沒有在變動的時候 就算它結束了 然後我們的Roots就寫在這裡面 它Roots的寫法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說 一開始為什麼會寫這個原因 待會兒講一下 你會寫上一個叫做BeEach 你的變動的東西 然後FromJoin 要不去從哪裡去添加進來 那你會從一個叫BeEach 然後添加進來 還有一個BeEach 那我們添加的方法會有 長相這樣 我還是直接看這邊好了 譬如說 以這邊來說 為什麼會寫成這不得心 是因為它必須去Match這個Be 它必須把BeMatch起來 所以你就寫成兩個 一個是EAB 然後把它推成AEA 然後於是後 我就用第一個這個B 去推 說這兩個Z 有Match到了 那你就把A 塞到這個Reference A裡面 然後這個C 塞到這個Reference Z裡面 然後在輸出的時候 就再寫一個AZ 對 所以 Reference上面 剛剛看到那個式子 就是這個東西 它把所有東西都 用這個方式去表示出來 這裡 然後 會長像這樣子 然後 這邊是Relation 就是它是用一個 是另一種功能 那 這邊要放的是Relation 就是你本身一開始就已經設定好的 固定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我們可以變動的 所以它叫Variable 那這固定的東西呢 它開始做的FeltenMT 它猜出的東西 猜從這個Request RP這邊抽出了這個資訊 然後把它猜成BP 然後如果發現這個資訊的話 它就把它Cue掉 就是 就結束了 那如果今天要發現有一個CFE 如果它通過了 它自己的EG 它就把它再抽出一個P出來 它去Match這個P 然後如果P有Match到 它就再去往下走 然後 這邊再把R抽出來 然後Match到R了 然後再把Q也往下 所以最後這邊得到其實就是Q 然後 我們這邊就可以把它寫成 R 又不是R P RPB 然後這邊寫成RQB 就是 一個那個Relation的部分 就把它寫成這個部分 然後 然後 我自己是有用這個東西 來寫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然後 也就幾天 幾天前而已 就是 如果大家有聽過RQR Requestion的話 RQR轉成DFA 其實會做一個是 轉NFA的動作 那你可以直接構造 然後 一個步驟是把NFA 去轉換成DFA 然後我這邊就寫一個 Subscribe of Contraction 然後就是用DFA 去構造 用Subscribe of Contraction 應該說我把這個 DFETA Pro 方式 應用在這個Subscribe of Contraction上面 所以就可以把Subscribe of Contraction 寫成的 全都是DF 然後寫成一堆東西出來 然後你可以每一段 都寫一個小證明 就是 每一項內容是什麼 它就是 一種Project的部分 然後就可以這樣 每個東西這樣寫 對 算是還蠻有趣的工具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去找我看 然後 這邊去翻一下 PowerNex它的便器 到底怎麼做到這些事情 然後把它翻一 全部翻完之後 你大概就會知道 到底這個便器是怎麼運作的 就是Rub 比起在做Brush那個時候 好 平常 謝謝 有QA的講QA嗎 其實他有兩分鐘 有節奏 然後我就交給Hoster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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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